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个买了一台7400元的电脑一斤荧幕 评分成六期缴款 每期缴多少元 7470元要评分成六期缴款 所以我们可以用哪一种算式来记录问题呢 是除法的算式 7470元除以6等于多少呢 小朋友请你拿出纸和笔 跟着老师我们一起来做这一题 准备好了吗 首先先把横式 7470除以6等于多少刮弧写下来 接着我们要在定位板上面记录这个除法的指示计算 接着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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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 Tempo Rs 00 Hobart Lopez 忠 巴 接着我们剩下一个签 没有办法再分成六期了 所以我们跟百位四个百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有十四个百 所以请你跟老师一样写下十四也写下来 我们有十四个百 十四个百要分成六期 所以每一期会需要缴两个百 两个百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商的位置 所以请你写上商的位置写上二 写好了吗 然后每一期缴两个百 总共有六期 所以二乘以六等于十二 二乘以六等于十二 我们记录在这个位置 请你写上十二 每一期总共要用掉六期总共要用掉十二个百 十二个百那剩下几个百呢 这边是十四减十二 记录在这边 所以我们会剩下两个百 剩下两个百 没有办法再分成六期了 所以我们跟十合并在一起 两个百和七个十合并在一起 小朋友你有没有把七个十跟两个百合并在一起呢 我们现在有二十七个十 二十七个十要分成六期 每期可以分到几个十呢 是四个十 四个十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商的位置 请你跟着老师一起我们在商的位置记录四个十 那总共会用掉几个十呢 一起用掉四个十 六期就会用掉二十四个十 所以四六二十四 请你记录用掉四二十四个十 记录好了吗 那我们剩下几个十呢 二十七减二十四个十 所以剩下三个十是二十七减二十四得到三 请问你已经要把剩下的三个十记录下来了吗 好 剩下三个十没有办法再分成六期了 所以我们要跟一合在一起 三个十和零个一合起来是三十个一 小朋友你有记录了三十个一了吗 这边再把零放下来我们有三十个一 三十个一要分成六期 所以每一期可以分到几个一呢 每一期是分到五个一 五个一记录在哪里 对 记录在各位商的各位的位置 所以商的各位我们记录五个一 那这样记录好了吗 总共用掉几个一呢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要写在哪里了 总共用掉 每一期用掉五个一 六期 所以我们用掉三十个一 是五乘以六 五乘以六等于三十 记录好了吗 最后我们剩下多少个钱呢 几个一呢 三十减三十没有剩下刚好是零 所以最后三十减三十是零 就没有剩下 小朋友你也跟着老师一起写好了吗 好 所以我们七千四百七十除以六 等于一千两百四十五 在横式里面要记得写回来 然后答一千两百四十五元 换你去做看 题目是九千零八十除以四 哇 有小朋友已经开始在做了 如果你还不是很熟练 那我们再一起做一次哦 题目超好的吗 九千零八十除以四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千位 九个千除以四的结果是两个千 结果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上的位置 记录两个千 那我们用掉几个千呢 二乘以四等于八 所以我们用掉八个千 用掉八个千 你记录了吗 我们画一条线 请你画一条线 九个千减八个千 我们剩下一个千 是九个千减八个千得到一个千 一个千不能再除以四了 所以我们一个千跟零个百合在一起 是十个百 十个百再除以四呢 结果是两个百 结果两个百要记录在哪里 记录在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上的位置 记录结果两个百 分到两个百 然后最后我们用掉几个百呢 二乘以四等于八 所以我们用掉八个百 这个八是指二乘以四的结果 所以你记录好了吗 我们记录用八个百 那时我们用掉了一段的 CC'品牌 但是我们用掉几个百万 白几个百万 甚至最后一样 所以我们用掉了几个百万 节目 梦 一定能再评惠 我们用到几个百万 所以我们用一个百万 我必须 enfin 我还给美不一位 你们用到吉利 说 又有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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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5-35等于0是玉米剩下0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填回来是607于0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607代剩下0根 第三个问题,果园采收了4758个离子 每8个装一盒,最多可以装成几盒?还剩下几个呢? 4758个离子,每8个装一盒 用数学的算式怎么记录呢? 每8个装一盒,所以我们要用除法算式来记录 是4758除以8 请你在你的纸上也写下这个数学算式 4758除以8等于多少,于多少 记录好了吗? 那怎么知道这个算式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用除法的值式计算来计算结果 4758除以8写成除法值式 你会写了吗?请你先写下来 4758除以8 计算结果的时候,我们首先先看签位是4 4个签要除以8,不够除 所以我们4个签跟7个百合起来 4个签跟7个百合起来是47个百 47个百除以8,结果是5个百 5个百我们要记录在商的位置 把结果记录在商的位置 5个百记录在商的位置 那这样子总共用掉多少离子呢? 8540 40是代表8个一盒 离子用掉40个百 所以你有没有记录在商的结果 所以你有没有记录商的结果 所以你有没有记录商的结果 分的结果有5个百 用掉40个离子 我们画一条线来算算看离子还剩下几个百 47减40是7 意思是离子还剩下7个百 7个百没有办法再分成8了 所以我们7个百跟5个十合并在一起 我们就有75个十 75个十要除以8 所以答案会是结果是9 所以我们在商的位置记录9个十 9个十我们总共用掉多少离子呢? 8、9、72 我们会用掉8个一盒 离子就会用掉72个十 你都记录好了吗? 结果是9个十 然后用掉72个十 我们画一条线来算算看 还剩下多少个十的离子呢? 75减72是3 也就是离子会剩下三个十 最后三个十不能分给8 我们要跟8个一合在一起 3个十跟8个一合在一起 所以有38个一 38个一要分成8个8个一盒 所以结果只能分成4和4个 所以我们在各位的地方记录4 记录好了吗? 那用掉多少离子呢? 8、4、32 所以我们在用掉的离子要记录8、4、32 意思是8个一合离子用掉32个 再画一条线 最后剩下几个离子呢? 38减32是6 这个意思是离子还剩下6个 那后面没有数了 不用再跟其他的数合并了 所以最后剩下6个 我们的结果是分成594核 还剩下6个 所以达594核 这节的重点整理 第一个用直式计算4位数除以1位数 上次4位数的问题并做验算 第二个能用直式计算4位数除以1位数 上次3位数而且没有余数的问题并做验算 第三个问题是 能用直式计算4位数除以1位数 上次3位数而且有余数的问题并做验算 3位数